这个男人正在荒野狩猎 直接抬手瞄准后一枪过去 对面的野鹿阴声倒地 马特顺着踪迹过去检查 这是一头百来金的野鹿 从外表看是他肉质最纤嫩的时候 为了防止内脏腐烂变质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他清理干净 拿出小刀取出里面的内脏 接着他便扛起猎物准备回家了 就在几分钟后 一头黑熊顺着气味来到了马特处理内脏的位置 在吃掉残留物后更是朝着马特的位置追赶过去 现在马特距离家还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万一在夜里被追上后果不堪设想 而在一旁的马特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从背包中找来防水布 接着把野鹿枕头给包裹进去 按照他的经验这样可以隐藏掉鹿身上的血腥味 只是具体能不能行水也无法确定 在阿拉斯家荒野生活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家庭 吃饭靠打猎 没有随取随用的水和电 一切生存物资都要自己自足 他们不仅要面对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 还要随时提防本地猛兽的袭击 但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家庭 在不久前却迎来了重大变故 自己儿子在前几个月外出途中染上酒瘾 崇拜之后便一直都是浑浑噩噩的状态 经过几周时间的休养 现在他的精神恢复到了原本的状态 为了弥补自己的家人 这次他打算趁着现在天气良好去丛林中狩猎 这样不仅能让自己放松下来 还能为家人带来足够的食物 听到这话的布朗也没有过多的挽留 他很明白自己儿子的用意 找来装备打包 接着马特便往丛林深处走去了 沿着山脊跋涉 在几小时后他最终抵达了本次的狩猎点附近 可惜的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丛林中突然下起大雨 而这也导致丛林中猎物的脚印被冲刷干净 马特一连在丛林转悠三小时也没有任何发现 看样子 这次能不能找到目标还要看天意的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时间很快来到夜里 暴雨越来越大 四周的环境也变得恶劣起来 最终无奈的他也只能就近找个地方答应过夜 外面的狂风夹杂着大雨 今晚注定是个难眠之夜 等到隔天一早 早起的马特在看到四周的环境后一阵后怕起来 四周的枯木在昨晚全部被大风刮倒 距离自己的营地只有基里距离 要不是因为运气好估计自己现在已经成河了 来到附近的丛林寻找野路的踪迹 很快他就在不远处有了发现 这头野路正在觅食 看到这场景的马特直接抬手一枪过去 但可惜的是这次他有点心急 这枪并没有打中对方 拿上武器顺着小刀追挡过去 可就在不久后自己的猎物就消失的没影了 看到这里的马特十分懊恼 面对镜头他表示都怪自己太心急了 要是再等等估计就能一枪命中了 而在丛林中的小院中 布朗和大家说了一件好事 自己前几天在朋友那购买了一头奶牛 这要是带到现在的小岛上养殖 以后所有家人都能喝上新鲜的牛奶 为了提高效率 家庭成员分为两对 家部和诺亚负责留在原地清理场地 而布朗就带着一艘木筏过去接应奶牛 前期十分顺利 可结果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电台广播通知在未来几个小时内 会有一场暴雨席卷阿拉斯加 面对这消息布朗也没太当回事 毕竟这个天气预报经常骗人 驾驶小船继续往外进发 再过了一个小时后 天色突然变得昏暗下来 强风席卷了整个海面 看到这场景的布朗才知道 这次他们麻烦大了 现在返回已经来不及了 贸然前进又会遭遇危险 商量一番后 最终他们在附近找到了一个海湾 今晚只能在这休息 剩下的工作就等明天完成了 等到隔天一早 一家人继续出发 一连在海面航行三个小时 最终他们顺利来到了海港附近 自己朋友带着奶牛已经等待多时 一家人牵着他回到自己的木筏上固定牢靠 接着便拖着他准备回家了 躲在家中的家部以及诺亚 也受到了狂风的席卷 在丛林附近一个的小屋 被刮倒的大树砸到 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彻底报废了 为了不浪费物资 两人找来绳索将他固定到底坐上 接着两人在外面不断拉扯 希望能将他彻底放倒 一连在荒野忙活半天 最终两人也紧紧只拆下了两面墙壁 看到这场景的哥俩十分无奈 于是他们从自家仓库找来一个秘密武器 这是一个原始版的火炮 将它移动到小屋附近 摧毁仓库的希望就全寄托在他身上了 添加好炮弹启动隐性 随着一声巨响四周也弥漫起了白烟 可让人失望的是 炮弹只在墙壁上留下了一个小孔 眼看对方如此坚固 现在两人也只能进行多次尝试 一连在丛林中忙活半个小时 自己的小屋依然稳稳当当 几发炮弹下来只在墙壁上流出几个缺口 现在他们只能等到家人回来后 合力将它拆除下来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在不久后布朗一行人 顺利带着奶牛返回到了丛林 家里的兄弟在听到动静后出来迎接 家中的牛兰已经完工 一家人将奶牛迁到里面饲养 只是现在四周空旷 丛林中的灰熊数量众多 他们一家能不能守住奶牛还是的问题 镜头重新回到马特这里 自己再来时带的食物已经吃完 现在他只能把希望放在回游的鲑鱼身上 自己这次来时带了鱼竿 现在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将诱饵扔入水中试探 很快鱼竿上就传来了剧烈的挣扎 将鱼线回收起来观察 这次他抓到了一条几斤重的鲑鱼 看到这场景的马特十分开心 将它清理干净后直接放到火堆上烘烤 这就是他今天的午餐 等到成熟后放进嘴里品尝 这味道十分新鲜甜美 这小日子过得可以说是美滋滋了 等到吃饱喝足 他带上武器准备出门狩猎 顺着四周观察 很快他就在一片沼泽旁有了发现 这些树枝旁有路经过的痕迹 而这也说明自己猎物就在附近 从附近找来野草用力吹气 这样可以模仿出路的叫声进行吸引 时间一点点过去 在几分钟后一头野鹿露出了头 马特直接拿出武器瞄准 等到时机成熟后直接扣动扳机 随着枪声响起 对面的野鹿也直接躺倒在地 马特顺着踪迹过去检查 这是一头百来金的野鹿 从外表看是它肉质最线嫩的时候 为了防止内脏腐烂变质 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它清理干净 拿出小刀取出里面的内脏 接着它便扛起猎物准备回家了 就在几分钟后 一头黑熊顺着气味来到了马特处理内脏的位置 在吃掉残留物后更是朝着马特的位置追赶过去 现在马特距离家还有几十公里的距离 万一在夜里被追上后果不堪设想 而在一旁的马特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从背包中找来防水布 接着把野鹿枕头给包裹进去 按照他的经验这样可以隐藏掉鹿身上的血腥味 只是具体能不能行水也无法确定 而在小岛这边 一家人准备给奶牛清理身体 原本一切正常 可就在不久后奶牛就变得十分躁动不安起来 在场的人看到这场景明白 这肯定是有猎尸者过来了 环顾四周观察 家步很快就在不远处有了发现 在海滩位置出现了一头黑熊 按照他们的经验 他肯定是被牛给吸引过来的 兄弟找来猎枪准备射击 而家步就顺着四周慢慢靠近 他手上没有任何武器 这要是和黑熊打起来 估计会成为对方的口粮 在一番争夺中 最终黑熊放弃了进食的想法 在海滩上徘徊一番后 最终进入到了丛林深处 但眼下天天守着奶牛也不是办法 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搭建一个防熊的骨仓 这样就算自己不在家也不用担心 几人说干就干 从附近找来木头 接着将他们安置到位进行组装 本来一切顺利 但就在不久后家步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他放弃和自己兄弟合作 而是选择自己一个人操作 听到这话的两人也是无语 一连在丛林忙活半天 结果一个框架还没完工 家步的性格就是如此 虽然干活很积极 但很少考虑团队合作 兄妹两眼看自己劝输无果 现在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从白天一直忙活到了傍晚 原本一天就能建成的骨仓 到现在还没完工 看到眼前的成果 家步这才意识到自己想多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行为 他晚上来到牛栏位置手起了夜 自己妹妹雪鸟担心他夜里会觉得孤独 于是这次他为家步带来了面包黄油 以及一些果酱 看到这里的家步十分感动 在随后的时间里雪鸟一直安慰家步 在他眼里家庭就是要带给人温暖 等到隔天一早 几人还在完成骨仓的搭建工作 这次家步并没有自己干活 而是加入到了团队工作中 最终在三人的努力下 自己的防熊骨仓终于完工了 有了这样结实的装置 自己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而在马特这边 他距离家现在还剩下了五公里的距离 天色慢慢昏暗下来 四周也下起了暴雨 无奈的他准备就在附近过夜 这边刚找来工具准备生活 附近却突然传来黑熊的低吼声 听到这动静的马特被吓一跳 拿出武器查看 黑暗中果然有头黑熊正在活动 为了将他驱赶出营地 他点燃篝火并且不断对着天空开枪 最终还是顺利吓走了对方 经过惊心动魄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马特就回到了营地 看到这样的收回一家人都十分开心 布朗看到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十分开心 毕竟这才是他想看到的马特 随着阿拉斯加冬季即将来临 布朗一家检查燃油储备情况 仓库内的汽油只剩下了两桶 这是全家用电的关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布朗今天来到了维修大师诺亚这里 这次他要策划一个供电工程 为了满足自家用电情况 这次他们要打造一个锋利发电机出来 对于富气的想法 诺亚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有计划 从书架上找来白纸 接着在上面画起了草图 这次他们打算在土地上 打上三根木桩当做支架 为了应对强风 他的每根木桩必须要能承受500公斤以上的力量 如果能够完成这个设计 他们就能在这片小岛上真正做到自己自足 带着家人来到四周寻找合适的建造点 在山坡附近有一片平坎的空地 这里是整片岛屿的风口 从这里吹过来的海风最好能有七十节的强度 对于他们一家来说这肯定是足够了 等到确定好场地 一家人拿着工具在四周忙碌起来 拿着铲子顺着地面挖掘地基 可很快一块岩石就挡住了他们 这片岩石十分粗发 按照估计至少有500公斤的重量 现在更换场地肯定不行 布朗听到这消息也是无奈 在思索一番后最终决定把它给炸掉 找来工具填充上燃料 接着将它埋到石头的位置 等到大家选好位置躲藏起来后启动开关 空地上就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声响 爆破过程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有了好用的地基 接下来他们还要在附近搭建一个将近十米高的三角支架 从附近找来木头搬运到指定位置 因为原木十分沉重 想要靠人力基本不可能将它树立起来 所以现在他们还要去找机器帮忙 找来脚盘固定到四周 等完事后就启动开关开始拖拽 随着钢索被一点点拉紧 框架很快就被树立了起来 这边还没来得及庆祝 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由于树木太重钢索支撑不住重量 眼看即将倒塌下来 大家急忙从附近找来木架进行支撑 在一番惊心动魄的操作后 最终支架被牢牢固定到了平地上 现在其他零件还没到位 他们只能等到以后再做收尾工作 而在另一边的马特和邦邦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驾驶小船往前进发 在不久后他们就来到了附近的小镇上 迎接他们的是马特的好友垃圾王肯尼 这次他们想从他内找几台交流机 或者马达用来发电 顺着四周一番查看 在经过几十分钟的努力后 最终马特找到了两个铁架子 而邦邦就在附近找到了台没用的摩托车 这玩意用来发电是没有任何的帮助 但马特头脑灵活 他表示可以用他们制作出一台木材切片机 至于锋利发电机的材料 他们现在还要另想办法 等到回到营地 马特开始制作起了自己的木材切片机 将废旧摩托更换零件后尝试启动 让人意外的是经过一番维修 这个捡来的马达居然还能正常使用 看到这场景的马特十分高兴 看到这场景的邦邦也是吃了一惊 从附近找来木头给自己制作出框架 上面就铺上铁轨让它能直线滑行 等到完工后放上自己制作的托盘 几番尝试下来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 将整个装置搬运到丛林的空地上组装 将自己的零件一个个组装上去 很快一个木材切片机就完工了 为了尝试是否好用 两人从附近找来一根原木用来切割 等到固定好木头 马特启动机器开始切割 但就在不久后链锯就给弹开了 按照他们的经验 这应该是没有安装挡板的原因 找来木板将它固定到四周 接着启动机器再次尝试 可让人意外的是 这次还是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在经过三天的维修后 最终马特的锯木机等到了新生 切割木材的效果也非常理想 相信有了这样的机器 以后布朗一家就不需要再购买木材了 在不久后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来访 这个男人名叫保罗 他为布朗一家提供了很多帮助 在不久前还曾提供给了 他们一家快艇一季度的使用权 这次重新找到布朗 为的就是让他帮两个忙 如果一切顺利 他愿意将快艇无偿赠送给布朗使用 听到这话的布朗也瞬间来了兴趣 这片岛屿四边缓水 快艇是他们一家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 保罗表示自己有几个话分池 需要从呼那小镇运送到亚历山大 虽然路线很长 但并没有什么风险 第二个任务就是自己朋友水上飞机出现了故障 这次需要布朗运送到威尔士进行维修 在这途中会经历很多岛屿 要是一不小心出交基本就要凉凉 在一番思索后布朗最终同意了这次的交易 等到送走保罗 布朗将家庭成员全部召集过来商量计划 大家在听到这次需要远航后都十分开心 他们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出门远航了 趁着这个机会 大家想要来一次短暂的旅行 家中饲养了很多的牲畜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这次马特特意叫来的肯尼请求他照顾家园 对于这样的要求 肯尼也是无条件地答应 现在时间仅仍物重 在交代了几句后 大家便往呼那小镇出发了 这次的出行十分顺利 在经过几小时的航行后 他们顺利来到了目标点附近 在码头找到交接人 随后便启动设备开始装货 在途中布朗一直在交代他们把货物捆绑结实 只有这样才能在海上经受住大浪的洗礼 大家在忙碌了两小时后 最终带着满舱的货物出发了 前期的旅途十分顺利 可就在不久后艾米却突然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 来到四周检查 自己船底还散发出了阵阵黑烟 看到这场景的大家都被吓得够呛 在这样的荒野环境中 要是遭遇意外基本就要凉凉 布朗停止引擎 接着让技术工诺亚进入船底检查设备 布朗拿下地毯查看 这时他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甲板上有一根电线老化严重 而这也导致自己的地垫被引燃了 将老化的部分清理干净重新连接 一家人便再次踏上了路程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天色也在慢慢昏暗下来 等到来到夜里 布朗一家终于抵达了目标点附近 光出现问题还没更换 为了保险起见 这次他们准备休息一晚明天卸货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第二天一早天上下起了暴雨 而这也为运送化粪池添加了不少的难度 一家人将他搬运下水用小船拖行 等到来到岸上后 几人合力一起搬运起来 在运送到小木屋前还有一个台阶 他们在底下用木头制作了一个滑轨 接着再将化粪池给拉扯上去 在大家的合力努力下 最终几人顺利完成了工作 等到大家回到船上 现在他们还要前往第二个订单的位置拖拽飞机 顺着海面一路航行 最终他们来到附近的金鱼港 自己游艇的燃料已经耗尽 他们需要在这得到补充 在八年以前布朗一家曾在这里生活 所以他们一家对这里都十分熟悉 等到将渔船布定到位 布朗开始分配接下来的工作 邦邦和小熊附近寻找燃料 顺着小道一路往岛内进发 在指示牌的带领下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加油站 让人意外的是这里并没有工作人员 摆在外面有一个投钱箱 按照他们的经验 这肯定是自助加油站没错了 从兜里取来现金塞入其中 接着拿出油枪开始操作 将带来的四个小桶装满 接着他们便踏上了返程的路 自己游艇耗油量很大 所以接下来他们还要来回搬运几趟 马特和雪鸟负责狩猎迷路 船上的干粮已经消耗不多 他们现在继续补充新鲜的肉食 顺着丛林小道一路往内进发 很快他们就在附近的丛林内有了发现 雪鸟直接举枪瞄准 这边正打算射击 结果丛林内又跑出了一头小路 按照他们的经验 这肯定是带宰的母路 最终他们停止了这次狩猎计划 为了吸引猎物上门 马特找来树叶放入嘴里吹响 随着声音不断在山谷中传递 在他们前方很快就有一头野路出现了 面对这样的机会 两人自然不愿错过 直接拿着猎枪追赶过去 等到机会来临后直接抬手就是一枪 等到来到猎物身边 这次他们狩猎到了一头成年野路 而这也为他们一家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等到回到船上 天色慢慢昏暗下来 看样子今天只能在这休整一天了 等到隔天一早 布朗一家早早起床收拾装备 这边刚刚准备出发 结果布朗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昨天自己托朋友帮忙问问 有没有二手的涡轮机 这是他们一家发电机制作的关键材料 让人意外的是 这次自己朋友还真给他找到一个 驾驶车辆一路往山区进发 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跋涉后 顺利来到了农户家里 这里有着他们梦寐以求的锋利发电机零件 虽然都有点破旧 但好在有诺亚帮忙 对他来说肯定能重新维修起来 驾车重新返回港口 有了足够的零件 接下来他们就该往索恩湾进发了 顺着海面航行几个小时 最终他们顺利抵达了目标点 此时的布克已经等候多时 扔出绳索将飞机捆绑固定 接着便驾船换换往维修点驶去 这架飞机重量很轻 一旦游艇速度过快就容易侧翻 现在布朗只希望缓缓前进不会出现意外 不然一架飞机的钱他可赔偿不起 一连在海面航行三个小时 布朗一家顺利抵达了目标海域 将固定飞机上的绳索解开 最终布朗一家顺利完成了这次的运输任务 而马特就负责搭建一个储肉间 剩下的人就留在营地准备随时待命 马特在丛林中既独木舟也不能落下 这边正准备往原始丛林前进 天上突然还下起了暴雨 本来就带着物资装备 现在还要拖着一条小船 这给兄弟两整的都要崩溃了 费力地在丛林前进两个小时 最终兄弟俩顺利来到了另一边的海岸线 顺正经跑过去查看 这是一头百斤重的野路 虽然体型不大 但都他们全家吃上几个月了 等到回到营地 让人意外的是自己储肉架还给黑熊偷袭了 布朗看到这一切有点崩溃 这可是他们一家几个月的口粮 冬季马上就要来临 现在他们不仅要解决发电机的问题 而且还要狩猎到足够的过冬食物 布朗将大家召集一起分配工作 这次小熊和雪鸟就负责出门狩猎 他们是家族里枪法最突出的猎人之一 在不久前布朗联系到了附近的商人 他打算用五吨重的木板交换一条锋利发电机 对于布朗来说什么都缺 唯独最不缺的就是木头 所以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现在时间仅仅物重 剩下的成员必须全力参加到这次活动中 大家便在四周忙碌起来 马特开着他的切片机疯狂运转 这是自己手工制作的机器 所以不管精度还是效率都比不上正规的机器 在使用过程中他们还要特别注意机器不能发生意外 至于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交货 现在谁心里都没底 而在另一边的小熊和雪鸟拿上武器外出狩猎 顺着山脊一路往上跋涉 很快他们就在四周发现了野落的踪迹 这棵树上的痕迹非常新鲜 而这也说明猎物不久前曾来到过这里 顺着踪迹一路摸索 在不久后他们还在小道上发现了野落留下的粪便 按照小熊的经验 这头野落现在肯定还在附近游荡 拿出武器瞄准 两人静静在原地等待起来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 就在一小时后 兄妹俩最终在丛林有了发现 拿上武器往前摸索 等到来到狩猎点后端枪瞄准 雪鸟率先抬手一枪过去 这次他顺利打中了目标 赶忙跑过去检查 这是一头肥瘦的野落 将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干净 两人便往家的位置前进起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就在三天以后 布朗生存的孤岛上覆盖上了一层白霜 经过那么久的忙碌 最终布朗顺利切割出了足够的木材 将它一块块搬运到岸边 这次他们顺利交换到了一套锋利发电系统 有了足够的材料 接下来他们还要将它组装起来 上次自己的木架因为地基不劳所以导致坍塌 所以今天他们在地上挖出深坑固定上地基 就在大家都在紧张工作的时候 营地另一边的诺亚此时还在安装自己的发电机 将里面的线圈和磁铁固定 经过一天时间的忙碌 最终他完成了这个工作 将它带到空地上安装上去 一个锋利发电装置就完工了 剩下的工作是最困难的部分 他们要将锋利发电机给安装起来 四周先用钢锁固定 这样可以防止铁杆因为侧翻而倒地 另外一侧就安装上一个脚盘 他们要借助它的力量给拉起来 顺着四周检查一圈 在确定没有问题后便开始了工作 布朗启动脚盘开关 铁杆就被一点点地拉扯上来 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操作后 最终几人顺利将它安装到位 看到这一幕的大家都很开心 有了这样的装置 自己以后用电方面的问题总算是搞定了 在下期视频中 他们还会发生什么呢 喜欢的大佬别忘记关注哦